停牌525天 中国恒大集团28号在港交所恢复交易 但开盘就一路狂泄 重挫87% 沦为剩下0.22港元的两毛骨 还有说救恒大谁救得了啊 别说习近平 习近平就是他爹活过来 他两天俩也救不了恒大 就算之后小幅反弹 但跌幅仍在八成左右 凸显投资人缺乏信心 恒大因陷入债务危机 从去年3月起停牌 停牌前的价格为1.65港元 约6.69元台币 截至6月底 恒大负债总额2.388兆人民币 换算约10.45兆台币 有微博网友调侃 这笔钱相当于48艘国产航母造价 可以买4亿条爱马仕皮带 若发给14亿人 每人可分得1700元人民币 剔除合约负债后为1.78兆人民币 仍处于资不抵债 就算你一年能挣一个亿 也得2.38万年才能够完成 那母八配来了 也得提升个四五千年 太恐怖了 即便恒大补发财报 跨过副牌大关 但接下来还有境外债务重组的 重大关卡要过 恒大创办人许家印 着手一系列操作 包括甩卖恒大汽车股份 以及技术型离婚 还有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 都被视为准备退路迹象 另外一件很难对恒大乐观看待 更激发网友愤怒嘲讽 只要欠得够多够大 就拿它没办法 恒大烂摊子谁来说 北京政府至今也束手无策 谈点新闻全部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